好 我們今天要來繼承鋼彈創壞者2的資料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打開PS3拿出二代 創壞者二代 耶 回來了回來了 那聽說呢 欸 聽說呢 他只繼承 只繼承你現在用的機體啦 所以呢 我按錯了 所以呢 我們要先確認一下我們現在用的機體 的狀況 那這是之前玩的機體啊 先來看看 武器 光束軍刀 法薩克 因為我當初是用那個 這叫什麼 導彈流嗎 飛彈流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手上的飛彈發射器跟後面的ZG背包 那麼其他的零件其實 應該是要選喜歡的或是特別的啦 背包 背包就是一定要這個背包 機動防盾 其實這裡只是剛好比較好的 好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背包 背包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想沒問題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就是在繼承之前啊 先把 先把你最後的機體 裝好 那他說所有的東西 繼承過去都會變成HG的零件 所以 所以好 那我就先這樣 所以就可以用 按那個Star鍵 裡面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上傳 對 這個上傳 上傳保存資料 只要按這個就可以 把你現在的這紀錄檔上傳上去 可是呢 因為他剛剛有紀錄嘛 所以我們為了要讓他紀錄 我們現在要做點動作 例如說再 再存一次 喔 他右上角有Save了 好 Save了 Saved 可以了 存好了 然後再按上傳保存資料 好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覆蓋 好 這多了兩小時 我想應該是沒錯的 那就上傳覆蓋 這應該是叫什麼 CrossSafe的一個功能 這跟PSN的那個 Plus的那個 存檔保存不太一樣 好 存完了 好 那就 接下來就要換 接下來這邊關掉 我們就來換 我們就來換PS4吧 請稍待片刻 好 這樣就來到了PS4 欸 我現在在幹嘛 哈哈 我這是在幹嘛 我這是在幹嘛 媒體播放季 好 我們就來啟動三代 然後 continue 這是上一次的 上一次實況的集體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個 HELLO球這邊商店 都是要連網路啊 現在不連網路什麼都不能玩 沒辦法 然後按R1到最後一項 這邊有一個 既成 鋼彈創壞者的資料 就從這邊既成吧 既成 按下圈 然後剛剛我們已經上傳了吧 所以就 就按下去 好緊張 按下去 既成 確認 這樣應該就可以拿到 拿到你要的機體了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遊玩的話 他可以在 開頭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既成 然後開始的那個機體 就可以用 你二代的機體來 來進行第一個序章的內容 好 既成 你看連岸三次圈 這麼的 這麼的 謹慎 然後既成到哪去了 好像有多一些東西 而且GP GP似乎變多了 GP忽然有 53萬 好這GIFT就沒有了 那我們就回去我們的機庫看看 組裝 哇 東西全部都 都滿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最重要的背包有沒有 有沒有到 有 耶 該不會就只有這個背包吧 好吧 有中比沒有好 如果真的只有既成 一個零件的話 那也真的是 真的是 有一點 意料之外 真的 你看這個 剛剛那個機動防盾 也 增加在這裡 好我們來看看 Action有沒有辦法選擇 阿炎最愛的技能 有耶 21連裝 飛彈發射器 太好啦 就這樣 好 那我們這一段 就先到這邊 接下來的會在 接下來就會繼續 在實況中 跟大家分享那個 鋼彈創壞者3的 遊戲內容跟 愉快的 心情跟心得 那大家也別忘了 把訂閱鈕 用力的按下去 嗯 現在大家都流行 用力的按 就用力的按 熱情的按 好 大家下一集見 掰掰 好 我們沒有想到 有啊 有啊 就沒有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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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成功